我們下一位講者就是廈門大學醫學院的副院長王宇輝教授 他也是建省中醫藥學會理事廈門市中醫藥學會的副會長 以及教育部中醫藥教育指導委員會的委員 他今日跟我們講的課題就是中醫藥治療足根痛 我們歡迎廈門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王宇輝教授 他給我們他的題目 課題是中醫藥治療足根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今天來這邊覺得很激動也很高興 因為我來這邊已經講了大概第五次 所以特別感謝基金會 我覺得基金會辦的這個活動呢 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 這個平臺是兩岸四地 乃至於世界的醫學界的人在這裡面交流的一個非常好的平臺 另外也是中西醫交流的一個很好平臺 那我在這邊呢跟各位西醫同道學的特別多 還有很多這個大家 這個大的專家 還有很多先進 學到很多西醫的新的發展 這樣呢 對我中醫學術的進步 我覺得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總是在不停的 把中西醫拿來做比較 那講過那麼多專題 實際上講來講去 只講一個專題 就是講中醫 就講中醫怎麼治病 所以今天呢 還是講這個專題 那麼 朱根痛呢 這個為什麼選這個 這一次的主題呢 大概是癌症 還有一些骨科的病 那個按照主委會的要求 那我選了一個朱根痛 這個朱根痛算是說 中醫治療效果很好的一個病 就是說我雖然不是專門治療朱根痛 我在廈門可能病人最多的應該是癌症 是癌症 因為呢 癌症西醫 加上中醫的治療 就是西醫的手術 加上中醫的治療 癌效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的病人當中 大概是主要是癌症的病人 但是我治療的當中的 有一些病人當中 尤其是朱根痛的病人 大概我想了一下 這一輩子也治過不少 因為我當醫生當到今天 我算是說 如果從醫學院開始學習 我是38年 做醫生做了33年 所以多少也算一個老醫生 那麼看過這麼多的治療症痛的患者 想過來 基本上都治好 而且不需要很長的時間 大概呢 他的療程呢 在一週一個月 一週到一個月 很少超過一個月 治療效果非常好 那麼為什麼 那麼 好了 我今天呢 實際上 有一些 今天的講座 有一些我不是很熟的 又要講到一些 古科畫面的內容 那這個是我的情況 我在這個書上呢 這個 那本 宣傳冊 裡面的Email呢 是錯的 我是用126的 因為在中國 現在 Gmail很不好用 中國大陸 Gmail一般都不能用了 所以我 名字是一樣的 但是那個是126.com 不是Gmail.com 這個注意 到發到Gmail 說不到了 那 朱根痛呢 這個病呢 應該說是非常常見 非常常見 那 化病機制呢 就是腳踝的疼痛 早晨站起來 踩下去就痛 化病機制 現在從西醫來講 應該說還不是很清楚 那麼大概呢 是跟他的勞損啊 還有骨質退行進變有關 那 有的人呢 也認為這個朱根痛呢 也是跟 叫做網球 跟 打網球打多了的朱根痛 所以他的病呢 也是跟網球走 有點類似 是一種慢性的勞損 那 病理學的治病機制 大概有這麼幾種 一種是機械性的 比如說 根骨裡面長的骨刺 還有呢 神經被卡住 神經的卡壓 還有朱根裡面的膏壓 另外呢 就是朱根的脂肪電的萎縮 就年齡大了以後 開始萎縮 萎縮直接踩到了 就痛 那 病理學呢 就機械性的原因 包括這個骨刺 引起的各種原因 骨刺的刺激 導致了這個朱底的金墨花炎 朱根花炎 還有呢 朱根的滑墨囊炎 還有朱根的滑囊炎 朱劍的滑囊炎 總之呢 最後結果就是痛 那麼 這個是 骨根 根骨的結結的骨刺的一個致病原理 那麼 然後還有神經的卡壓 神經卡壓 神經被卡住了 這個神經被卡住了 通常是脊部的軟組織的發炎 組織發炎 還有呢 骨子的增身 壓到神經 壓到這個神經 然後就痛 那麼 另外呢 還有就是根管的中和症 根管的病變 導致了痛 另外呢 還有就是 朱根類的羔羊 包括 朱根類的醫學的存在 導致朱根類的羔羊 然後呢 造成了組織的水腫 還有呢 毛細血管的增身 還有水類的 無淨性 就是無淨性的一種炎症的存在 導致了疼痛 所以 原因 從 現在的西醫學來分析 還是很複雜的 另外呢 就是 一種病因 就是 朱根的脂肪電 的炎症 還有萎縮 那 朱根脂肪電 有防止 朱底的皮膚滑動 跟吸收 我們 震盪的作用 我們採下去 它是起了一個 墊子的作用 那根部受到外含 或者氣候因素呢 可以產生 這個 脂肪電 炎 發炎 那老年人以後呢 朱根的脂肪電呢 藏有不同程度的 萎縮跟變薄以後 那採的就比較痛 所以 這個病都在 中老年人為主 跟這個原因 跟這個原因 關係大 其他的 一些原因呢 比如說骨折啦 長了腫瘤啊 還有骨根 根骨的一個 骨髓化炎啊 或根腱的 軟縮 都可能痛 臨床表現呢 就是 疼痛 疼痛 疼痛部位呢 包括在 根骨的結結周圍 這裡面主要 是 根腱炎 還有 根骨的 滑狼炎 還有根腱的 滑狼炎 通常呢 是在 根骨的結結周圍痛 還有在 主根的 內側下方痛呢 通常是在 排管 中和症 還有呢 就是神經的卡牙 或者神經瘤 那 朱 朱根的底面痛呢 在 腳底痛呢 是 朱底的 筋末炎 還有朱底的 筋脉破裂 還有朱底的 脂肪定 發炎 還有 微塑 可能受到 所以不同的部位 它的原因 從病來講是不同的 還有有一些 疼痛的部位 是不一定的 就看它長在哪裡 比如說 腫瘤 長在哪裡 就哪裡痛 骨髓炎 骨折 跟骨的高压 都是 哪個地方有病 就是哪個地方痛 那麼 朱底的 肌膜炎型的 跟痛 跟痛症的診斷標準 那麼 是早晨起來呢 朱根痛 互重的時候呢 走了以後呢 加重 沒有休息痛 那 跟 跟骨的 朱底面呢 加痛 朱子過度的 廢屈的時候呢 它這個疼痛會加重 還有沒有側方的擠壓痛 如果旁邊擠壓會痛 伴有或不伴有這個 跟骨面的刺痛 那 在 赫磁共振呢 可以見到 朱底的肌膜 叫 這個 患促的 朱底肌膜照建設呢 有一點增厚 有發炎 就增厚了 然後 跟骨的 高壓症的 朱根痛 的診斷標準 就是早晨起來 朱根痛 複奏 傾走呢 不會加重 隨著激離的 增加以後呢 環島環節 走一走環島好了 那麼 抬高患姿呢 可以減輕疼痛 那這種痛呢 通常呢 有休息痛 夜間呢 會加重 休息的時候加重 那在中理講呢 這個卡 大概呢 就是死症 前面可能是虚症 可能有這個說 這個 運動以後 減輕的 那朱底呢 沒有固定的壓痛點 車方有幾壓痛 半有呢 或者是 不一定半有 朱底面的骨刺 那 S光檢查呢 顯示 這個 這個 排列混亂後的中斷 那麼 骨根的淚壓呢 增大 還有就是 神經卡壓的痛 慢性 起病 慢慢來的一個 疼痛 那麼 諸部呢 過度的活動後呢 就疼痛 會加重 走多了 就加重了 有休息 有痛 或者夜間痛 半年會痛 那麼在 沿著神經走向的 扣致痛 這一個呢 因為今天來了很多 同道 還有我的一些學生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 來聽我的講座 支持我的工作 那麼我也限定再講一個 神經痛的規例 實際上呢 很多病是半夜發作的 有一種腿 跟這個沒關係 不過很重要 可以 中醫療象非常好的 就是半夜的腰痠痛 或者半夜的 這個腿痠痛 我們很多痠痛是 勞動以後痠痛 但是有一種是睡到半夜 十二點 一點兩點三點四點 這個痛 中醫叫做 煩疼腿 就是他痛的時候 會伴有心緩 人會這 好像半夜的時候 不但腿煩 人也 腿痛 人也很煩 這個中醫呢 通常叫做 肝氣抑解的痛 那中醫的肝是西醫的什麼呢 中醫的肝 基本上是 就是指的是 管內臟的那一部分神經 叫做中醫的肝 所以中醫的肝 我們知道中醫的五臟六腑 跟西醫的五臟六腑 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實際上呢 那這個 我們中國人 在東漢的時候的傷寒論裡面 就提出了一個方式 用小財乎湯來治療這個病 小財乎湯 效果是非常好 所以今天這個是一個寶 很少人懂的 因為這個是我捉摩出來的 那麼他的脈像會比較斜 中醫辨證就是 肝氣抑解的半夜 腰腿痛 砸一個穴位 如果砸針 包括你們西醫都可以砸 砸一針一定解決問題 不是太重 陽靈犬透過陰靈犬 用長一點的針 陽靈犬砸到這個陰靈犬 通常 第二 當晚直住 就不會穿痛 這個就是跟神經相關的 實際上就是 從這個痛呢 跟植物神經的興奮有關 應該是 我在理解這個問題 我的腦子裡面是 中醫西醫中醫西醫的人 什麼病 我都要把這兩個問題搞清楚 因為這裡面呢 可以找到雙方的結合點 根管中和症的診斷標準呢 是在年輕人多見 內懷的下部的麻木 或者 著樣痛 脊部有肋痛 脊部有壓痛 豬背外翻的時候 往外翻的時候呢 或者背驅的時候呢 他的懷管區 就是這個地方呢 會有疼痛加劇 那麼 積電圖呢 檢查可有陽性的一些表現 還有就是 根腱炎 就是根腱的指點痕痛 或者壓痛明顯 那麼根腱的滑狼炎 或者根腱的 就是根骨的滑狼炎 跟根腱的滑狼炎 跟根腱的滑狼炎 那麼 在這個地方呢 根骨的接接後 在這個部分呢 會有組織的增後 那根骨的後側方 有明顯的壓痛 這個是根骨周圍的炎症 那麼 根骨的 柱底的脂肪墊發炎的標準是 壓痛呢 在柱根的護重區的偏對側 側 側 可以 出到皮下的脂肪的纖維塊 壓痛明顯 主要到該處它會痛 那輔助檢查呢 包括X光啊 可以用這個 這個核實共振 也可以用CT 來檢查 治療呢 包括藥物的治療 還有肌距的 肢距的角形 還有康復治療 手術治療等等 那 朱底的筋膜炎的治療呢 保守這個 保守的治療 包括指痛 各種的指痛藥 還有功能鍛鍊 還有朱布的 角形 織具的使用 就是 把那個 一種 用一種角形的斜墊 把那個痛的地方 把它割開 這樣就不會踩到 就不會那麼痛 那麼這個肌部呢 起到自動的作用 還有手術治療 還有當然也可以用手術 直接把那個骨刺給切掉 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腳上的 用這個 腳形的織具 這個也是 墊在這裡 所以它就不大會痛 這個是現在全世界 大概比較通行的辦法 那麼 那 跟健炎 跟健周圍的 花囊炎呢 也可以用保守治療 包括呢 休息 還有呢 還是止痛藥 還有呢 就是康復的訓練 還有 穿適當的絕技 就不要 不要壓到那個痛點 還有應用呢 腳形的織具 就把素根抬高 還有手術治療 等等 那麼 談到這個止痛 我也順便講一個 實際上呢 我一直在想 中醫 實際上西醫的止痛呢 方法應該說 蠻單調的 就是 這個解肋症痛藥 還有麻醉性的止痛藥 後面這一個呢 副作用很大 人不用最好不用 解肋症痛藥呢 也是很單調的一個藥物 然後 胃的損傷也挺嚴重 實際上很多 病的中醫治療 效果非常好 你比如說 我覺得 療效接近百分之百的 就基本上沒有治不好的 治癒喔 就治了以後 不用再吃中藥了 大概呢 有這麼一些痛 我是覺得中醫最擅長的 第一 液晶痛 痛晶 只要時間不是太長 你這個時間大概在一年裡面 妇女痛經 少女痛經 中醫治療的效果 我就沒見過治不好的 也許 後半輩子會見到治不好 但是到現在為止 沒有治不好過 還有呢 偏頭痛 偏頭痛的中醫治療 療效果是非常好的 也基本上都能治好 都能治好 治癒 我這裡都以治癒為標準 就是以後也不用吃西藥 也不用吃中藥 所以呢 這裡面呢 可以有 可以開發的東西 非常多 可以開發 所以我就很感謝 我們這個基金會提供這個平台 因為呢 中醫的整個的研究 不是說中醫能搞定 中醫的研究 還需要大量的 這個其他的學科的參與才能解決 尤其是西醫的參與 所以像圖優優 他也不是一個中醫啊 對不對 但是他從中醫裡面找到了 對人類有貢獻的 有價值的東西 實際上圖優優的事情 對中醫來講 算是九牛一毛 只是一隻牛上面 一直找到一隻毛而已 這個牛本身 東西還多著呢 所以呢 不管怎麼說 毛澤東講過一句話 祖國醫學是一個偉大的保護 要努力發掘 絕對正確 OK 好 這次講到這個痛的事情 跟我講了一點話 另外呢 就是 懷管的中和症 包括用止痛 還有用腳情劑 還有手術來治療 還有就是神經的卡壓中和症 大概差不多 保守治療 還有加上可以用肌部的封閉 打這個封閉針 還有手術治療 還有手術的 這個 用手術來做神經充解 那麼 朱根的脂肪墊 的發炎跟微縮呢 也是可以用肌部治療 還有症痛 還有一些腳型的織劑 就是這個樣子 穿在放在鞋底 痛點呢 落在這個空的地方 就不至於痛 好 好 那麼 其他的治療方法呢 包括什麼 很少用的 朱根 鑽孔 減壓朱 還有這些理療 當然還包括中醫的 講到這裡 大概都在講 現在的西醫 實際上 我很不願意講 中醫跟西醫的概念 我希望有一天 世界上沒有中醫的概念 也沒有西醫的概念 就是醫學 實際上這一天一定會來的 只是這一天是五十年後來 還是一百年 或者更長 如果太長就 有一點 有一點點失望 那麼只是今天 因為所有的邪科 曾經都有 中西之分 但是現在都沒有了 中西之分的原因 是我們沒有把事情的全部看清楚 所以才有中西之分 有一天都看明白了 就沒有中醫跟西 沒有中醫跟西了 就完全融在一起了 完全融在一起了 這是一個過度 好啦 那我先來講一下 中醫怎麼弄這個病 中醫的治療呢 中醫藥的診療 中醫的診療呢 關鍵是中醫的辯證 就是中醫指引了 關鍵是辯證 那重點呢 是要分虛實 就是虛證還是實證 它肯定不是一張方子的 它一定要分 如果只是一張方子 能解決所有問題 那早就已經開發出來 大家一起用了 我相信也有善心 所以中醫的治療 關鍵是調理類環境 來創造一個有利 以足跟痛恢復的一個類環境而已 那麼 再提醒我 我講的有點慢 那麼虛證呢 大概就用補腎的東西 常用的成藥 像壯藥見腎丸 那麼毒活激腎湯 要診斷腎虛呢 關鍵是靠賣相 中醫的信息來源 主要是一個字 像 就是舌相賣相 那麼如果要判斷 你要是補藥 我還是建議大家 一定要看舌頭 舌頭如果是虛的 沒有什麼舌胎的 就可以吃 舌胎如果厚的呢 像這樣厚胎 絕對不能是補藥 這是食症 身體太多了 太多的問題 那麼如果食症呢 就要用宣壁湯 那麼最常用的呢 是用像伊里仁啊 還有我們廣東人 愛用的土布林來治療 如果你搞錯了 就越搞越嚴重 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麼 另外它的疫防呢 包括一些補充維生素啊 等等 那中醫呢 就是如果是腎虛的 或是一些補腎的 像黑豆啊 白牛腋啊 是補腎的 那去世的呢 如果食症 舌呆厚的 那你吃一些 伊里仁啊 吃小豆這些 那今天呢 因為很多大眾的人來 所以呢 我就送給大家一張食療荒 如果你吃根痛的時候 不妨吃一次這張荒子 也許就解決了 那這張荒子怎麼來的呢 是黑豆 一兩個黑豆 黑豆在中醫裡面 是能夠補腎 還有去世的 還有呢 補不知 補睡補 割五顆 加上這個豬龍骨半斤 放在劍子瓦城裡面 Slow cooking裡面 慢慢燉 燉完了 也要照樣可以加鹽 這個湯子很好喝的 然後當湯子 一周吃兩次 這個荒子呢 是一個很平和的荒子 吃了應該不會有問題 不會出問題的 那麼又有用 很多吃了 可能就好了 也許哪一個人有興趣 把這個荒子拿去開花 可以賣到全世界賺大錢 哈哈哈哈 那這個總的來講 這個病呢 很常見 可以說呢 西醫的這方面的治療呢 應該說是比較弱的 比較弱的 目前呢 還是沒有太好的辦法 中醫治療效果比較好 所以我是建議 有這個毛病 建議先找中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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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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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好 謝謝 實際上真酒呢 我也會用 我這個人的自覺呢 我這個人 我覺得呢 真酒呢 在中醫裡面呢 真酒是有另外一個層次的人 有另外一些人在研究 那我覺得我研究了這一輩子呢 大概是 我對真酒是這樣的 我手頭會抓幾樣 很好的 就是真酒我認為用起來非常好用的 比如說我剛才介紹給大家的 獻給大家的 插陽靈犬 透陰靈犬 要透喔 往裡面上 治療這個 半夜的腰體痠痛 是超級好的 幾乎療效應該80%是沒有問題的 那其他的呢 實際上我研究的主要還是辯症失事 因為我太多的專注都是在蛇疹 所以如果大家要賣 看蛇疹 研究蛇疹 不妨你可以到淘寶網去買我的書 打王彥徽 蛇疹 肯定一大堆 這個 我這本書呢 那一般人家寫書都是花錢的 我這本書呢 在我們基金會支柱下 這個寫出來之後呢 不好意思 還賺了很多稿費 春節錢又給我寄了一萬多塊錢 那麼一本書 科技書人這麼多 這麼受歡迎也是難得 那麼中醫學我再多講一句話 實際上 因為時間給我那麼有限 實際上中醫的概念是什麼 我想最後講清楚一個問題 中醫學怎麼治病 這個是我家裡面的魚 還在養的魚 有一天呢 天氣冷了 然後呢 魚身上長了一堆的什麼 煤菌 這都帶魚啊 這長煤菌 那長了煤菌 為什麼會長煤菌呢 對吧 溫度太低了 那我就在搶 這個溫度低了以後 低了三度 那一年 那一年我特別去看呢 是三年前的十二月 十一月幾號 下門的溫度低了 然後我沒 下了半晃得晚了 OK 這個魚就長了煤 那麼 溫度低了以後呢 魚就長得不好 對吧 但是這個煤菌呢 可長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中醫學呢 實際上就因平洋味 就是在調理這個 好像魚缸 我們所有的人 身上有很多的細胞 而這個細胞 是生活在一個 類環境裡面 這個類環境 如果適當 它該長的細胞 就會長得很好 而不該長的細胞 不管是裡面生的 外面來了 就長得不好 所以我為什麼 什麼病都用 就是說 很多病都能夠用中醫治 實際上它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調理這個類環境 美了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我們再討論一下 還有其他什麼問題 是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再次多謝王教授 謝謝 謝謝 謝謝